我们再看到现在这个是俄乌战情势 线上的是我们资深记者庄志伟 那请问志伟的是 目前最新的战况如何呢 好的 根据这个俄乌战争最新的战况 我们首先来看接下来这段画面 可以看到就是在哈尔科夫周边的一座 太阳能发电站 它是遭到疑似是俄军的弹道飞弹的空袭 可以看到在一阵剧烈的火光之后 地上出现了非常大的弹坑 可以想象当时爆炸的威力 但当地官方表示 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而且当地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 路透社同时强调 目前俄罗斯方面也尚未证实这一次的攻击 但是目前的最新的状况是 整个俄军在乌冬战线 可以说是相对的比较顺利 目前在乌冬的有一座城市 叫做利曼已经证实沦陷 这也是一个星期以来 第二座被俄军控制的城市 另外在北顿涅斯克当地的守军回报说 俄军也已经攻进了当地的郊区地区 现在战况非常的紧急 而在另外两座城市 包括了巴克马特以及扎波罗热 也都是遭到俄罗斯军方的严重的空袭 在扎波罗热的村庄里面 大概有90%以上的村民都已经逃离撤离 另外根据美国的军事专家的分析 整个现在的战况在好几个地方 都发现不同的战役 而整个在相对于之前 俄罗斯的战事比较胶着 现在他们似乎推进的比较顺利 他们准备要在东乌冬的 顿涅斯克跟卢干斯克这两个州 都能够把当地的守军的后路切断 并且完全占领这两处地区 但军事专家同时也调查到 虽然这可能变成整场战争的转捩点 可是俄军现在也还要面对 自己的一个问题 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问题 就是补给线 从开战以来到现在都有 目前他们也在想办法 能够打通在哈尔科夫周边 原本遭到破坏的铁路 这就会成为俄罗斯的南方的军力 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线 不过同时他们也观察到 包括过去所谓的迎接战斗群 应该都是有兵力是 8000到1000人 但现在大部分俄罗斯的迎接战斗群 大概都只有600人左右 兵力规模可能是因为后勤而缩减了 但是还是比乌克兰军方的兵力多了很多 在国际外交的政治方面 包括马克宏 法国的总统以及德国总理肖茲 现在是联媒地敦促俄罗斯总统普钦 希望他能够赶快释放在先前 亚述钢铁厂里面 坚守之后遭到俘获的2500名乌克兰士兵 另外一方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则是强调说 现在包括很多地方 其实他都没有战略的价值 但是却遭到俄军公开 而且是非常残暴的轰炸 这是非常残忍的 另外他也强调说 虽然是乌克兰有信心 能够拿回一切遭到侵略者占领的土地 但现在的战情的确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非常的艰难 我们来听听泽伦斯基的说法 状况很困难 因为现在战情非常的艰困 所以西方要持续的军援 而乌克兰军方就表示 已经收到来自丹麦跟美国的武器 要增强火力 那到底有哪些重型军武呢 再请教志委 目前最新的讯息就是 美方应该就是会提供给乌克兰 他们所谓的MLRS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 其实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 美国就已经研发的 它可以一次搭载12枚 大约射程40公里的精准导引的火箭 如果是换成美国另外一款 所谓的陆军战术飞弹的话 它的射程更可以拉到300公里左右 那么军事专家就表示说 如果能够让乌克兰得到这款武器的话 它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的距离射程是远高于目前美方所提供给乌克兰的M777榴弹炮 而且因为它是装载在轮车或者是履带型的车辆上面 所以整个作战的机动力也会变得更强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它的射程 如果是300公里的射程算起来的话 等于乌克兰就有机会可以直接攻击位在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得到所谓的源头打击能力 当然美国的官员也强调在白宫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曾经有官员反对说 如果能够让俄罗斯去攻击 就是让乌克兰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话 可能会造成地缘政治上的风险升高 但最后他们是坦言说 他们觉得讨论之后认为 这必须要交给乌克兰来判断 那么同时他也希望在经过增加乌克兰的 长城攻击的火力的情况之下 可以让乌克兰在乌东地区的战事 能够有所扭转 以上是最新的情形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